我們來討論這個類領表 是不是類領表呢 就是說一群資料 就是說同一種對象 那把兩種不同的性質 把它分別類出來 那形成一個表格 這個就是類領表 同種對象 比如說我們討論的是人 在這個例子的話 討論的就是學生 那這個學生的話 他有兩個性質 一個是男女 一個有沒有戴眼鏡 有戴眼鏡我打勾 沒有戴眼鏡就打差 那我現在要討論 就是說這個人 有沒有戴眼鏡的話 跟他性別有沒有關係 那我就把兩個性質 把他類出來 然後觀察他有沒有相關 比如說的話 這個男生 有戴眼鏡的 是全部的幾分之幾 就十六分之十四 然後的話 女生的話 有戴眼鏡的佔全部的幾分之幾 就十四分之八 好像男生的話 戴眼鏡的比率 比女生要高 也就好像 男生比較容易得近視 女生比較不容易得近視 但是在我們印象裡面 我們會 在以前會認為說 為什麼戴眼鏡 戴眼鏡就是比較有學問 他為什麼比較有學問 就是比較用功 在我們印象裡面的話 我們知道 尤其那個小學生 小學生的話 通常女生的話 比男生用功 女生比男生用功的話 按照這個道理的話 女生戴眼鏡的比例 應該會比男生多 那為什麼這個表裡面 顯現出來的 確實男生戴眼鏡的比例 比女生多 有人就會解釋 那現在的話 近視眼不是因為戴眼鏡 而是因為打電丸 男生比較喜歡打電丸 女生比較不喜歡打電丸 所以的話 女生戴眼鏡的比例就比較少 男生戴眼鏡的比例就比較多 那就會做這種解釋 但是問題是 這樣講沒有根據啊 那根據的話 就會有人做什麼 下一次的研究 然後把什麼 把這個有戴眼鏡的男生 跟沒有戴眼鏡的男生 找來問 你有沒有常常在打電丸 你一天的話 打電丸的話 打幾個小時 然後女生也少來問 那你有沒有打電丸 那一天的話 打幾個小時 然後呢 再做什麼呢 再做一次分析 然後來看看說 我們如何解釋什麼呢 解釋這個表 如果把其他的因素 通通通排除掉的話 結果發現還是什麼呢 還是男生呢 近視眼的比例 比女生近視眼比較高 那代表什麼東西啊 代表呢 這個就是天生的 就是基因的問題 男生呢 天生基因比較差 生奶的話就喜歡戴眼鏡 女生的話 生奶就不喜歡戴眼鏡 就會下這種結論 就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呢 就是列連錶 他的什麼呢 他的用處 就是說你要研究同一個對象 然後呢 這個對象 他兩個因素之間的關係 兩個變異之間的關係 那我們就用個列連錶 然後呢 給他做統計 然後看他呢 有沒有什麼差別 好 那我們呢 正式把這個稍微念一下 什麼叫列連錶呢 就是說 一群資料 用呢 這一群資料的話呢 可能是研究某一個對象 一群資料用兩種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分裂方式 這種不同的分裂方式的話 就是說 依照不同的性質分裂 分成兩類 這樣子 呈現其相互關係的表格 我們稱為列連錶 這個呢 就是個例子 這個是敦寧國中 七年二班 調查班上學生佩戴眼鏡的情況 結果呢 調查是這個樣子 那到底呢 他為什麼會呈現這個樣子的話 剛剛我已經做一些說明 那這些說明的話呢 是一種可能而已 當然的話呢 你可以繼續做研究 做研究以後的話 你可以下一些結論 做研究以後的話 做研究以後 還有其他回事 做研究競爭ط